歡迎收看《時尚 hashtag》 我是中瑤 今天呢 是我代班的最後一集 想到當初呢 就是懵懵東東的 踏入了這個代班的世界裡面 到現在已經慢慢的得心應手 其实在短短的 大概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吧 就是想说 已经跟大家感情已经 相处得非常融洽 然后也建立了许多感情 现在 我觉得有点不得 舍不得 但是呢 好消息是 钱佩姐要回来啦 她也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娃儿 希望这段时间呢 她有充足的休息以外 她也可以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 带给大家全新的时尚hashtag啦 OK 反正呢 今天就是不可以转台就对了 希望你们可以多看我两眼 没有啦 今天的新闻也是非常的丰富咯 当然一开始还是要关心一下 本周的fashion focus 天梭表TESOL 全球唯一的时空概念店 现在进入了台北101购物中心咯 这一次呢 也特别邀请了女神安心雅 一起来站台 当天刚好是安心雅的生日 所以品牌也非常贴心的 在线上的蛋糕 而这一次安心雅呢 她的生日愿望是 她希望能够考上潜水执照 也希望能够学会游泳 嗯 我想要说的是 潜水这个运动呢 是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坑 所以安心雅你要小心一点哦 创立于1853年的瑞士著名表款天梭表 一直以来都是运动官方产业计时的首选 今年大手笔选在台北101 设立全球概念店总部 以运动为主题 搭配无边框LED一金电视墙 让经过的旅客都能感受到天梭表的霸气态度 而令人眼睛一亮的是现场墙面 还摆放了NBA球星Clay Thompson的亲笔千名篮球 现场也邀请到了国民女神安心雅为品牌站台 因为今天是要走海滩风情的氛围嘛 所以我就想象自己是要去参加巴黎岛的海滩派对 所以我手上这一支天梭海星潜水1000系 就非常的适合 对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外形是黑色配金色很有质感 然后有一种霸气感 然后又有优雅时尚 所以配上我今天这一套衣服 或者是我要换上比较休闲一点的风格 也都非常的适合 这一次不但在101设立全球总部 同时也首发黑金的CSTAR1000海星系列自动潜水丸表 以18K玫瑰金PVD不锈钢表壳搭配黑色陶瓷表圈 就连指针都呈现奢华的玫瑰金 除了能凸显天梭表独特的质感之外 更能展现天梭表的魅力与优雅 而活动当天恰逢女神的生日 她也开心地许下生日愿望 我的生日愿望我希望我可以在很快地赶快考到潜水执照 对 然后还有学会游泳 那是我今年的目标 所以希望可以达成 然后我就可以带着我手上这个海星潜水1000系列 陪我去海边玩 整星形象的时空概念店搭配全球首发的碗表 想必将会为全球的表迷们带来一股全新的体验 天王郭富城在9月13号晚间呢 第四度攻上了台北小巨蛋咯 举办了武林立马世界巡回演唱会 这一次对他来说可是一个非常挑战自我极限的一个演唱会 怎么说呢 他现场有三个360度能够自己旋转 还有升降的航空母舰智能舞台 对他来说是视觉上也充满了很多的变化啊 也是非常的炫目这样子 而他这一次也为台北的粉丝准备一些独家曲目哦 而他老婆呢也带着他的女儿 还有岳父岳母一起同行 在台北过了一个中秋佳节 红色羽毛披肩搭配金亮彩色条纹裤 献唱《醉鸡帝国》 成成郭富城中秋夜四度攻上小鸡蛋 360度独立自转可以升降的航空母舰 智能舞台郭富城 嗨歌组曲紧接着换上黑白条纹紧声音耍特技登场 台上冒出八个发亮的铁环 让在场观众嘖嘖称奇 在铁环间穿梭 舞动甚至还站上铁环 中间一度展现高超的柔软度 根本化身为体操选手 六首歌的时间一共换了三套服装 七年没有在台湾开唱 天王包刀未劳 依旧实力惊人 今天的潮专访人物 就是成郡十年的Crispy 翠月团 他们最近要推出了新专辑 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 而最近呢 他们也举办了一个 跟专辑同名的特展 在九月底呢 也会陆陆续续推出一些 live的演唱会啦 什么如果喜欢他们的朋友 跟还不认识他们的朋友 一定不可以错过今天的专访哦 大家好 我们是Crispy 翠月团 我是丁丁 我是丁丁 哈喽 你们好 好 这张专辑叫做 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 那其实它算是在探讨 这个事实上很多一体两面的事情 上段专辑我们其实都在问很多问题 想要在这个事实上找到解答 但经过了一些时间的催眠之后 发现其实世界并没有解答 然后我们只有一个选择 选择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 然后每件事情其实都有不同的观点 对 不管是我们自身 或者是身处的环境 或者是任何的事物 其实都是一体两面 对 就是不同的角度去切入 都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我们要做的可能只是 做出一个选择 选择我们最自在的那个观点 对对对 然后我们用歌曲去 建构一个世界给观众 大家可能听的时候 会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比如说对于科技 对于自己 对爱情 他们都是 应该说我们不给答案了 我们就是请他们自己去思考 这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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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次我们在封面照的时候 其实是画真实的白线 在我们的脸上 嗯 就算是把我们两个人的脸疊在一起 但是同时两个人的脸 上面又有不同的脸 又会形成另外一张脸 应该算是源自已 就是专辑有一首个叫 涂抹 嗯 然后其实那首歌就在探讨就是 面具这件事情的一体两面 就是我们 可能 其实 有妆容的时候 或者是 应该说你自己最自在的样子 不一定是完全素颜的 我们想要讲的是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 最真诚的方式面对这个世界 对 然后 这个专辑其实有很多 虚线的元素在里面 虚线它是我们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但是我们同时就把它抽出来就是 当作一体两面中间的一条分隔线 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可以把它这样立起来 当这个手臂 对 可以把它立在桌上 那里面呢就是有一张我画的画 那这张画呢 它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 就是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 那我为了专辑的十首歌画十幅画 其中除了歌词本之外 还有一个是 完全的就是画 那这些画它就是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每一幅画都有虚线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虚线在画里面的意涵 就是那条分界线 例如像这张画 它其实是在讲过曝这首歌 那过曝我们要讲是科技带来的一体两面 就是手机它可能会发光 形成一个便利的光源 但是同时它也是会制造光害 就是让人员之间疏离 所以每一幅画都有藏着一体两面的 不同面相在里面 各自的意涵 我们在好多咖啡 有一个展览 算是这张专辑的特展 那除了会展出十幅画之外 其实也会放一些 我们歌迷送给我们的很暖心的 他们手绘的卡片 我们歌迷都很有才华 对非常有才华 它画出来都是超漂亮的 然后还有一些互动装置 三角龙 今天我们带的是就是我们的万龙守护神 对吉祥物 然后另外有三角龙 今天没有来 但是他们就平常是担任被打的角色 对它就是打击它们会 会发出声音 对对对 是一个乐器的角色 平常表演的时候也会用到 那他们会在展览里面 供大家拍打 对没错 歌纸本的话 里面就是有我们帅气的照片 里面还有一些就是 好像打不开的折业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动手把它撕开 那发现这个撕开这条线 其实也是一条虚线 那这个虚线呢 它有点像是跨越恐惧跟勇敢 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 很怕撕破 对撕破啊什么的 之前有撕过一张 但真的是撕得很丑 好那我就来试另外一张 声音好紧张 对啊 哈哈哈哈 有些缺陷也是美好的 就是看你怎么看着这个缺险 它可以是一个缺险 也可以是个独一无二的东西 跨越障碍本来就很困难一件事情 对撕开了之后就是 这个是专辑里的最后一幅画 对 这首歌一开始其实是 算是我送给他的一个礼物这样 然后后来就是要收录专辑 所以就是经过了一番的修改 然后词也变成我们两个共同补写 脑力激荡一下 嗯 那歌词其实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它其实就是在讲两个人就是 不顾一切 然后要逃离毁灭世界的暴风雨 然后前往一个可能只有两个人存在的地方 就是现实可能不存在 但是它可以是在心中 对 然后一度上就是包容着彼此 就是最最深邃的黑洞 跟最刺烈的情依感 就是 其实因为我是一个算是情绪波动很大的 然后在写作歌词的时候 其实就有想到就是 其实我们有很多粉丝 他们也是情绪波动很大的 然后也会陷入一些 就是可能逃物出来的黑暗 那我就是 应该说就想要用这首歌来跟他们讲说 我们其实都在身边 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航向宇宙角落 就是我们都了解那些 光明后面的黑暗 就是多少光球多少黑 那些黑我们都了解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使出这片黑暗 然后往宇宙角落前进 宇宙的角落 我在你头里 毁灭世界的那场暴雨 一切一切 看我一切 看了脚本之后 脚本原本的设定更 更激烈一点 看到脚本 太好了 就有演员帮我演 太好了 这我们演不来 对 激烈的拥吻 应该没有办法 对 好点的看吧 如果删掉床戏的部分 就是在帐篷里面看新款 这样还OK 那OK啊 但我觉得我们演起来 可能就不会 我们演起来 我觉得应该会是笑场 对 我们演起来可能看起来 就没有那么的 亡命之徒的感觉 看起来有个白痴 但是其实我们蛮想要 就是让大家 看到我们很多不同的面向 因为就是 在这张专辑之前 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新的 那这次不管是 Deja Vu 我们第一支MV 或者是这支MV 其实都 想要给观众一些小小的冲击 就是Crispy的歌 其实可以是 不是不痛不痒 是可以就是很深入的 可以是让你 哇哦的感觉 想要找他合作是因为他 我觉得他的歌词 跟他的flow 是属于精细派的 想很多的人 然后我们这首歌 Deja Vu 它其实都是一个 我思考很久的问题 就是我们 在这个盲从的世界 怎么找到自己 或者是说 我应该说我 我比较是把我很多 看到的现象都讲出来 然后我并没有完全的褒贬 当然可能讲出来 就有一种贬义 但其实 你如果不觉得这件事情 是一个贬义 它就不是个贬义 就是 就在我所一体两面 你看你怎么看待 这个盲从这件事情 那 我就在这个世界观里面 虽然就是有一个新的观点 然后就觉得很 很适合熊仔 他的确就是 注入了他的灵魂在里面 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 我之前有写过一首rap 然后就给他听听看 他的一件这样 一个比较软的 他像蛋堡类型的那种rap 你在做什么 他就很好听啊 鞋掌嘛 他是觉得不错 我觉得那首歌蛮有趣 但是还在努力当中这样 这一次的那个 像是我们一些小表演的时候 因为熊仔不在的时候 其实那个rap的部分就是我 所以我就很尽力地揣摩 他的那种 每一种flow都唱过了 的那种很帅的rap感觉 有点心得啦 大家好像就不看 下次你可能就可以自己唱 搞不好可以 对对对 就是在弄一首新的歌 对对对 搞不好新的 全部直接rap好了 对直接rap 下上专辑 下上专辑 好像不错 蛋飞rapper 对对对 这首歌叫《离开与到来》 对它虽然没有在我们的主打歌里面 但是它是我们专辑里面 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真的是 对算是Skippy的一个 得意之作 哈哈 应该看是我最近几年 应该算是一个总结吧 他想讲的东西范围 可能是小的 可能是中的 很大的 那《离开与到来》这首歌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 就是我想讲的就是 我自尽为止的生命所想到的事情 就是关于时间 关于自己 关于生命这件事情 像我是觉得 因为只有够多时间的积累 我们才能感受到时间的重量 然后只有相信了自己 我们才能真正的了解自己 然后也只有跟别的生命相有 碰撞 我们才能体会到生命的那个重量 就是应该是说这几年 就好像就有种 spiritual的感觉 做音乐到现在 然后就是 因为有个框架在 然后慢慢的就是从那框架 从看出头来的 然后从外面看自己这个人的时候 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就在这首歌里面 我还渴望 很不变的温存 哪里才有 不会吞色的纯程 分离预想拥抱到做过客 只要时间才能让世界深刻 我还记得红了红了眼眶的去一生 却忘记了是谁爱上了谁呢 你 牵手和转身都当做过程 只有生命在哪 讓生命混亂 離開與淘汰 感覺都是一樣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會帶來我們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的巡迴專場 那再過兩個小時 八點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台中的玩具島小劇場跟大家見面 然後還有一場是10月9號在台北的Legacy 最大的演唱會 然後那天我們會是Fullband的編制 帶來最完整的音樂的祥宴 然後那天也是剛好是連假的前一天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放心的來看Crispie 然後快樂的過連假 而且還會有嘉賓 沒錯 嘉賓 近年來呢 都有非常多的名人都會出自己的彩妝品牌 像大家耳熟能詳的Rihanna 或者是Kardashian家族的兩個女兒呀 所以呢 Victoria Beckham她要出自己的個人彩妝品牌了唷 這個消息一傳出呢 許多的美妝控都要發瘋了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Victoria Beckham其實她只要身上穿的用的保養品也好 或是她的穿搭 她只要一出來就會在時尚界造成一些轟動 她自2008年呢創了自己的服裝品牌 Victoria Beckham簡稱為VB 雖然一開始不被大家看好 但是呢 漸漸的轉虧為贏 她的成功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而她現在呢 出了自己的品牌 Victoria Beckham Beauty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女企業家喔 早在二月 Victoria就透露了自己想要推出美妝品牌這件事情 那個時候呢 就有許多的網友猜測 她的產品風格肯定跟她的煙燻妝和金屬色有關 果然產品宣傳圖一出 每件單品都像是寫了Victoria Beckham的名字 產品風格和她本人一樣 充滿著知性時尚 去年11月她還開通了個人的YouTube頻道 分享自己的時尚搭配 以及彩妝護膚經驗 跟著被嫂打扮的粉絲以後也就不用到處找同款囉 直接入手Victoria Beckham Beauty就OK了 Victoria曾經說過 我喜歡工作 從不做半途而廢的事 我做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做到百分之一百億 她多年不變的零豪身材就能夠說明一切囉 今年呢已經是Victoria Beckham品牌創立的第11個年頭 這段時間呢她除了籌備美妝品牌 也在為時裝週做準備 作為專業的時裝設計師 Victoria她累積了自創品牌的豐富經驗 她很了解消費者的想法 也很懂得如何和消費者進行交流 而以前呢她也涉獵過美妝的領域 和亞詩蘭黛合作過三次的聯名彩妝 反應都還不錯喔 所以VB這個品牌 不僅不會讓人感到很陌生 還自帶光環呢 而且據貝嫂說 她的目標不僅僅是化妝品喔 她的品牌的品類會非常的全面 以後也會陸陸續續的推出護膚品啊 香水以及保健品等產品 內服外用都可以在她的牌子當中找到喔 但早在被掃之前 就有許多名人學姊也開創了自己的美妝品牌 像今年Rihanna就藉著6億美元的資產 拿下了副筆式雜誌統計最富有的女歌手冠軍 但真正讓她賺錢的 可不只是當一個華麗的女歌手喔 Rihanna創立的Fenty Beauty 讓全球彩妝迷非常的瘋狂 連Fenty Fenty Beauty一次就推出了50個色號 讓每個女孩都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彩妝 而且她最熱門的產品就是她的把量 每個彩妝部落客都是人手一盤呢 再來是Kardashian家族的Kelly Jenner 她19歲就創辦了同名的彩妝品牌 今年22歲的她也是被副筆式評為 最年輕的白手起家億萬富翁 Kelly曾經說自己就是喜歡厚厚的嘴唇 唇妝是她化妝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此創立了Kelly Cosmetics 沒想到一推出就有許多年輕人和她一樣 對唇妝非常的著迷 再來是Lady Gaga 她可算是美妝界的半個新人囉 她在7月推出了個人的彩妝品牌 House Laboratories 她的品牌裡面就是要愛自己 她們團隊釋出的第一波形象照 就引起了軒然大波 形象照完全是零修圖 完全呈現皮膚真實的樣子 這樣大膽的嘗試讓粉絲們非常的喜歡 全系列的產品包括了唇釉、眼影液和唇線筆 雖然只有三樣但是每一款都是精品 看完了那麼多的彩妝品牌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女孩非常的幸福 就是我們在選擇彩妝上面有非常多元的選擇 所以呢在這個活在這個世代裡面 你有那麼多選擇的時候就表示 你應該要開開心心大大方方 勇敢的做自己才對喔 在這一季秋冬我會推薦大家 皮革材質的西裝外套 這邊有大翻領的皮衣啊 這個完全就是可以顯小臉 年輕女孩的話我就還滿推薦 煙燻玫瑰色本季絲心大推薦的 就是這個 來 這個好好看喔 中秋節過後有沒有覺得晚上特別好睡呢 現在是不是明顯的感受到 有一點秋高氣爽 所以我們今天開箱王呢 要各位介紹皮革類的單品 所以今年入秋到底有哪些皮革類的單品 可以來參考怎麼搭配呢 我們今天都搶先帶你來看一下喔 所以趕快請我們今天的編輯Vicky 哈囉大家好 我是Vicky 嗨 Vicky 你好 中瑤 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入秋十節怎麼樣才最帥最酷呢 像我個人就是首推就是這種皮革配件類的單品 像這樣子的 經典的騎士夾克的話我覺得最百搭款 它的拉鍊其實這樣子是 拉起來是鞋台式的 然後它可以變得很像西裝領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它其實就是它翻領的話 你感覺好像就是有兩件式的感覺對不對 為什麼叫騎士夾克其實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是 拉鍊這邊是斜材的嘛對不對 然後拉起來的話然後這邊又 可以扣起來或拉起來 立起來的話其實它就是防風的 然後下擺的部分啊它有這個束口的扣帶 你看這邊扣起來的話這邊立起來的話其實有保暖效果 可是我就會推薦大家其實你要穿的時候啊 像這邊啊我也會把它就是這樣 這邊也拉起來一點點 就是感覺好像比較更隨性一點點去做搭配 那在內搭的部分的話其實你可以選擇就是那種 其實現在還滿流行的那種 碎花洋裝啊長洋裝啊 就是感覺好像除了 因為一般人來講會可能會搭個牛仔褲啊 或者是半身的裙 可是我覺得這一季的話我會選擇搭像這樣子的 連身長洋裝 然後外面套一個皮外套 然後下擺的話 戴個軍靴或者是皮靴類的 對 就感覺好像你有點柔美 就是有點可帥可甜美的感覺 那其實在色系方面來講的話 除了黑色是基本款的選擇之外 我這邊有能不能夠 這其實就是有點暗紅色系 然後還有這個我覺得年輕女孩的話 我就還滿推薦這個顏色的 這顏色很美耶 我覺得因為我們剛剛有年輕的女孩的同事 來試了兩個不同的顏色 其實這個感覺就是會更年輕更俏皮的一點點 它算是比較是霧面質感的皮嘛 因為我們以前過去流行的是亮面皮 對 這個都還算是有點比較亮面 然後像這個皮質 中間有可以摸 其實它都是很柔軟的 超級柔軟 其實這個都是小羊皮的 選擇材質上面來講的話 我也覺得好像因為小羊皮比較 算是柔軟跟牛皮比起來 它是比較柔軟 雖然比較沒有牛皮耐操 但是羊皮真的比較舒服 對 而且穿皮衣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忍不住就想說 聞一下 聞一下這個享受這個皮革的味道 感覺好像很奢華有沒有 對 這兩個顏色 其實我覺得在秋 除了黑色之外 暗紅色系還有這樣 你們剛剛推薦的煙燻玫瑰色系 都還滿推薦給大家 其實除了像這樣夾克式的皮外套之外 夏天的時候 不管是春天 每個季節 西裝外套都是很流行的 在這一季秋冬我就覺得 我會推薦大家 皮革材質的西裝外套 這邊有推薦 這個其實我可以直接 哇 它好軟喔 對 我可以直接套上去給大家看 就是西裝皮外套 是自己私心想要套啦 你看 像剛剛中療講的 好帥喔 我可以把袖口往上拉一點點 這好好看喔 袖一下 這個也是羊皮嗎 對 這個就是純粹純羊皮的 好薄喔 而且你看它其實很薄 超級薄 因為剛剛我們拿夾克式的 就是騎士夾克 它其實都是還滿有重量的 那這一件的話 你就覺得還滿輕巧的 對 那其實在搭配上來講的話 剛剛有試了 其實我把腰帶 攜帶外套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會有更修身的效果 而且我覺得這個西裝式的很好搭配耶 對啊 因為你可以搭配窄裙 鉛筆裙 床裙 短褲 它都可以搭 在這一季的話 我會覺得說 這個西裝類的皮外套 我還滿推薦的 像我剛剛有點出啊 像這種皮的西裝 西裝剪裁式的 其實下半身非常好搭配 但裡面該怎麼搭配會比較好 大家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Olivia 號稱美國第一名由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很多人也會follow它的傳達 Olivia怎麼搭呢 像這樣子同款式的西裝皮外套 它其實就搭了同色系的皮褲 然後同色系的樂服鞋這樣子 可是它裡面的話像這樣很簡單的 好好看 而且它搭高領耶 整個都拉長那個優雅度的身高 而且還有一點 其實有點溫暖的感覺 對 那可是像現在我們台灣的季節 其實就是你知道 要熱不熱要冷不冷 但是你又想要抓出你的時髦態度的話 你裡面可以穿的清涼沒有關係 對 你就穿這樣子的小背心 然後在色系來講的話 黑色跟白色的搭配 你會感覺還蠻俐落的 你看它其實黑色皮衣 黑白黑白 黑色的跟鞋 然後搭配皮衣來講 後來在這個季節 覺得太冷或太熱了 其實我剛才想說 如果我裡面喜歡搭這種高領啊 可是你又覺得太熱 我覺得現在台灣的季節也蠻適合高領 可是它是無袖的 對 那你這樣可以搭這樣的西裝皮外套 然後到室內就可以把你的皮外套脫掉 或者是披著感覺 呈現出自己的時髦態度來 沒錯 其實我覺得近幾年啊 就是各大品牌都推出了很多皮革類的外套也好 對 或是上衣裙子也好 延伸很多產品 對 所以除了我們剛剛介紹的外套以外 還有什麼 帶來什麼新東西 有一個這裡是我 就是本季私心大推薦的 就是這個 來 這個好好看喔 皮襯衫 皮革類襯衫 對 其實我覺得你就是單穿它就很帥 好不好 就我剛剛看不懂 我才發現它其實裡面是做 它裡面是有格紋的 就是你好像覺得裡面已經有內搭 其實你就搭一個就是我們剛剛那種小背心小可愛就可以在裡面 它這個也是做那種做舊皮 把皮做舊的感覺 對 然後而且它比較長版一點點 所以它附了一個叫什麼 腰帶 可用也可不用 對 然後像這樣襯衫的話 你也可以當 沒有那麼冷的話 你也可以當皮外套來穿 它好接頭喔 是不是 你有發現它的肩做得比一般我們女生那種肩還要再寬一點 所以當你穿的時候會有一點微落肩 它變得多一點街頭感以外 有一點巴林風 其實我覺得冬天穿外套 我不知道中央會不會有這樣的困擾 就是真的還滿冷 你覺得想要穿一個套頭高領的毛衣 毛衣就是蓬風鬆鬆的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我就套了一個夾克 其實你就是根本就是收 行沒有辦法的彎 行動不方便整個就是 這邊都是包緊緊的 可是像這樣落肩式的設計來講的話 你其實裡面再搭有一點厚度的毛衣來講的話 你也不會不舒服 對 然後你看簡單的 你也不用一定要用它的腰帶扣上去 你就是自己簡單打個結 隨意打 而且它這個品牌價格並不算是高的唷 所以對於皮衣有很多的想法的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CP值算高 對 其實除了我推薦這樣襯衫的款式之外呢 就是皮革類的上衣呢 還有我這邊還有圖版介紹給大家 這個好好看 是不是很好看 很優雅的感覺 對啊 然後又有點奶油的皮革 會覺得 質感提升 對 好幾倍 而且我覺得像這種顏色的皮襯衫 下面超適合搭擺摺 不管是你是擺摺皮也好 或者是擺摺的那個Polyester的材質 對 我覺得都很適合 但顏色色調如果能夠上下接近的搭配 我覺得超級優雅 那擺摺裙的話 我這邊也有借了一個 皮革類的擺摺裙 好不好 這個好好看喔 而且酒紅色其實就還滿秋冬的 我喜歡它的長度 剛剛好 它是過膝 過膝的這種 過膝可是不只是過膝 它要過膝再長一點 像這種裡面搭一個比較細根的高跟鞋 看起來都非常非常的女性 對 而且我覺得可以像大家 中瑤剛剛講的就是那種高領的線衫 然後無鏽的 你就會覺得很優雅 很好看 反正我就覺得像這種酒紅色的皮之類的 除了襯衫裙子以外 我覺得都還是入秋 非常非常適合拿來搭配 簡易搭配 靴子也好 高跟鞋都滿適合的唷 像剛剛的皮革的半身裙之外 其實皮革的連身裙我覺得也可以推薦給大家 嘗試一下下 連身裙真的很帥氣耶 對 今年那個什麼 Candle Jenner 不是他出席那個DKNY的活動 他就是穿了一個像這樣子 然後我的皮的外套還是什麼 黑色但是他只戴了一個 黑色的高筒靴 所以整體就看起來非常的性感 趕快幫我們套一下好不好 就是如果這個 我今天 這個只有 你知道嗎 套給大家看看 喔 喔 是不是 但他的其實蠻短的耶 我覺得如果你要穿的很辣的話 真的是要穿一個西上鞋 其實像我覺得這DMCH還蠻適合搭一個 油頂的襯衫 然後是一個背心都還OK的 像這樣皮革類的洋裝 你可以單穿 然後你也可以像中央一樣 把它變成外套式的 然後把這個綁在後面 或者是不綁也可以的感覺 對阿從裡面綁起來也可以 對啊是這樣 繞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好 好像不錯齁 這個是它可以做成KIMONO式的嘛 那一件它就是完完全全連身 它就只有一種穿法 感覺有一種幹戀女人的感覺 沒錯 對 然後它其實顏色來講的話 這個是有點 但是有點偏綠色 偏綠色的感覺 偏綠 偏綠的感覺 而且它前面還做了一個 有一個皺褶 對剪裁 比較有設計感一點點 我覺得像這種穿著 它就會比較修身 我認為皮衣啊 都是給我們平胸女孩的福利 因為有時候 身不太大的女生穿起來 真的卡不進去了好不好 就很容易讓比較沒有 這種沒有彈性的皮質的服飾 看起來容易變形 所以它比較適合 比較像我們這種平胸的 對 感覺好像你可以 遊刃有餘在這個空間裡面 好不好 對對對 那我看遠遠那一個 這是要拿來幫忙做搭配的嗎 喔對 這個呢其實就是MICLE COURSE 在2019秋冬的新的系列 它其實在秀上 它就是搭了一個 這個是牛皮的超級溫暖的大外套 牛 這已經是入冬這不是入秋了好不好 牛皮 你這天氣再寒冷一點點的話 你就是要 哇塞也太寶寒了吧 要一個奢華的外套來出場了 而且它是這個皮 它是亮皮的唷 對 然後它有一點點壓紋 但它是牛皮的其實還蠻耐的 原來它是軟的耶 對 它這個是真的毛嗎 是真的毛 因為我自己也有收藏 類似像這樣的外套 在國外來講 它們都會用雞皮 但是基本的原因是因為它們在下雪天的時候 就能夠很容易輕易的 讓那個雪碰到之後 就可以迅速的散掉那個雪 那皮的話 其實是碰到雪就會覺得有點可惜 就會有點心疼 心疼的感覺 對 但是這樣通常它們這樣裡面就 就外面很冷嘛 所以你一進室內的時候 要把外套脫掉 它們室內都有暖氣 這種就非常適合在歐洲的時候穿這樣 對 這在台灣雖然感覺有一點熱 但是如果你想要呈現你的滑跪感的話 沒錯 但是Micro Cross這一季 它裡面搭的是像這樣豹紋的 其實你單看它這些單品其實有點不搭 可是它整套搭上去就會有點衝突的美感 對不對 你看條紋 這個條紋裡面這件是針織的短袖 然後豹紋的蕾絲洋妝 而且加上亮皮它多了一個搖滾風 對 然後下面說坦白 這再搭一個靴子來講的話 就會覺得很好看 帥氣 對 除了這一個以外 那個也是嗎 是騎士外套 它做的就比較像我們平時看到最集合的那種 這個也是 對 像這樣大翻領的皮衣 其實我覺得這個完全就是可以顯小臉 你看它旁邊有兩大一片毛毛茸茸的 感覺你的臉就是可以有修飾的效果 沒有人邀請我就直接自己試穿上去 好不好 這顏色真的很好看耶 自己cue自己啊好不好 這個男生也可以穿吧 這個男生是不是也可以穿 對啊 你可以跟男朋友共享一件愛的外套 一斤講到後面去 它是做那種背型外套的那種剪裁 對 感覺你可以被一個小胸仔擁抱的感覺 對啊 我剛剛說很多的穿法是因為 像我如果在國外很冷的 幫我們介紹一下 很冷的天氣啊 就除了你看像打開來 打開打開 打開來 它好像有一種西中號以外 它也可以拉起來 就拉 就這樣子 就只要拉起來這樣就好了 它如果真的非常冷 它翻起來 立領立領 對 好好看喔 而且說坦白 它就真的一上身就覺得很溫暖 就是不需要暖暖包了好不好 就是有它就夠了 真的 對 有這個造型需求的話 你也可以收藏一件這樣子 大翻領的毛茸茸外套 對 像剛剛介紹的這麼多的皮革類的服裝 我們來看看我的右手邊 療癒的皮革 登登 皮革的鞋子 先從 先從這雙好了 這雙 這個牌子呢其實就是現在美國還蠻流行的 一個牌子 然後很多的 新生代的模特兒也都會在私服穿搭的話 會選擇這個牌子 然後這個靴型是它今年秋冬新出的 有什麼特別嗎 然後因為它這一季的設計就是 在軍裝裡面加一點運動風的元素 所以呢你看它的鞋帶 跟這個側邊壓紋的話 它就是用黑白色的對比 然後呢 它整個都是小牛皮的 然後但是特別的是 因為它是中筒靴 有時候會卡卡的 可是這邊來講的話是彈性的 所以它的舒適度來講的話是非常夠的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底座的好特別喔 跟我們一般的傳統那個 Dr.Martin 它是有很大的多了一些設計感 你講到馬丁靴的話 其實在今年2019秋冬新出的兩個款式 這個龐克靴來講的話 你看格紋我們就知道就是很櫻不倫的感覺 對不對 再加上這樣子 馬丁的設計 這個就不是靴款了啦 對 這是平底款 對 平底款 但是一樣就是你知道龐克 龐克組都很喜歡把這個底 就稍微穿得高一些 厚一點點 對 然後它的格紋其實也延續到鞋子款 裡面內底的款式 對 其實還覺得還蠻酷的 它還有另外一雙就是比較 我覺得它有點大公投的感覺 這也是馬丁今年的 這個應該就不只是龐克組可以 就是感覺有一種 武器的感覺在這邊 超高 它這邊就是多了一點 今年秋冬它就多了一點 五金的元素跟配件在裡面 所以它除了在底上面加厚之外 這個是 因為馬丁我們就知道它有八孔靴 十二孔靴 十二孔靴就是它不是說 到腳腿這邊嗎 對 然後它延續它原本孔靴的下 然後這邊它就變成是金屬的扣環 金屬的扣環在後面也有 這樣子的五件元素也 延伸在鞋款的全身這樣子 對 像這樣子的靴款 形式來講 除了黑色的靴子 白色的是不是也覺得 好像覺得自己 有點與眾不同的感覺 喔 白色的 白色是不是超好看的 像這樣子穿的話 除了格紋西裝外套 皮革的西裝外套 其實也可以套上去 你就會覺得有一種俐落的感覺 或者是 年輕很多 年輕一點點 對 你穿了瓶口碎花洋裝 然後再搭一雙馬丁 對 然後把你的皮外套披著 而且這個應該是 剛剛我們介紹它是 比較那種感覺龐克風 要重一點的 但我覺得它搭配也是很好 就是一個碎花的輕質 就是有點像絲質的洋裝 對 或者是一個龐克外套 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的搭了 謝謝Vicky 今天真的介紹了非常多 皮革的服裝也好 鞋子還有洋裝 那你在入秋的時候 有一些新的選擇 還有新的搭配 對 有一種療癒皮革的味道這樣 這是入秋的意思啦 沒錯 好了 如果你很喜歡 今天的開箱王呢 也有疑問的話 你可以上我們的粉絲專頁詢問 也記得幫我們按個讚囉 然後 下個禮拜千佩姐就要回來啦 相信她可以帶給你們 全新的時尚hashtag 記得每週六晚間六點 時尚hashtag 帶給你全新的時尚觀點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謝謝鍾堯 謝謝囉 下週見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